我上视频说到我这台电脑什么都不干就要80多瓦100瓦 这个视频我们测试一下 首先这个小米的功耗功率计只接在了电脑主机箱的电源上 现在什么都不干 86瓦 现在关机 关机之后 0 看来是正常的 然后开机 这是电脑主机箱的功率 CPU是英特尔的12700不带K 响卡是4080 两块机械硬盘 两块固态硬盘PCIe 4.0的 现在登录密码 登录157瓦 来到了83瓦 屏幕的右下角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个微信输入法 还有一个NV响卡的图标 接下来怎么测呢 我们用ADA64 它这个基础功率我们暂定为85瓦 这是我们测试CPU 让CPU满载 好 开始 现在风扇开始转了 整机功耗221瓦 现在是229瓦 机本上锁定了 230瓦不到 这个时候CPU风扇1200多转 机箱风扇1400多转 所有的核心线程都是满载的 还是不到230瓦 那230瓦减80瓦是150瓦 那也就是说这个基础是80瓦 CPU的上升空间还有150瓦 好 下面我们暂停CPU 开启GPU考机 先让它回到正常的 82了 然后测试GPU 现在是GPU单考 GPU单考来到了345瓦 就算350瓦 我们考一会儿看看它会不会变 这时候呢 GPU是满载的 62度 CPU占用14% 功耗是345瓦 就算350瓦 从80涨到350 那相当于增加了270瓦 80瓦是这台电脑的基础功耗 这台主机的基础什么都不干的功耗 加上150呢是CPU满载 再加上270这个是显卡满载 230加270是500瓦 也就是说500瓦应该是将将够的 再给点负语600瓦应该也是没问题的 所以说这套电脑功率下来不能低于600瓦 我这台电脑的电源用的是海运的GX750 750瓦也是没问题的 有200瓦的负语 在上个视频里有很多同学说 他们的机器跟我这台机器配置差不多 甚至硬盘可能比我这还多 我这只有两块机械 两块固态 但是它的待机功耗它有50瓦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像我这么测试的 这个是比较准的 如果它是用软件测试的 我觉得那个不准 最好用这种方式来测 那么软件测试的 谢谢观看